曲名牌 《牆手大約慢慢做 ka ず》 我沒有做工 做不到工作 因為我先生四時要落奶了 落下去後 中学的时候很想去国外去读书 有个理想 没有办法他放弃 身为父母都会这样子担心 就是孩子可以读到书 然后没有钱供他们读书 可是这方面真的不需要担心 我自己会想办法去实现我要做的东西 例如读书 这个星洲热报的助学金 我想我做这个评审委员会的主席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 这个助学金帮助这些穷苦学生 然后读者当然也看到他们的所谓我讲的威力 你在这边也能够坚决地帮助到这个星洲热报的助学基金 来帮助这些穷苦的孩子 非常荣幸就星洲热报邀请我们成为这个教育基金的领选委员 那每年我们会有时候是寻找一般老师和志工来协助 进行这个领选工作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份工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同意磯艾 兩件事都申請不到 BDbادm也申請不到 星星,夏,布帳學都申請不到 我就叫他出去做工的 是不是怎麽理? 我們哪裏有這麼多人 出給你 你姐也負擔不起 你姐也負擔你爸爸 那裡的牛奶粉 兩個姐 又要買他的治療片 你負擔得起 負擔沒有 都挺好的 申請這個 我都是很放下心頭大食 之前有講到新加坡 經濟不好講氣 沒有氣 然後之後他去找那種補習中心 找了點補習中心 不知道誰幫他 申請你們新州路報 像有人幫忙 我們做散工沒有這樣辛苦 要扛到很辛苦 之前是還人家的債的時候 扛到很辛苦 所以那種慈慰 不想再扛 想到沒有學費供他的時候 他說媽媽你不用操心 我自己會想辦法 現在拿到新州路報的贊助 我也是很高興 沒有遺憾 壓力也是過了 謝謝新州路報 起初的時候什麼都要 都想辦法 因為他們要用到電腦 要買給他們 第一次協費我們要出給他 那個時期會比較辛苦一點 跟朋友那些兄弟姐妹都有介意 然後自己又有一點 慢慢抽起來才買到家電腦 然後那些協費也是這個情形 因為我們有閱讀新州路報的 我們每天都有閱讀新州路報 我的女兒她自己也是有看到她自己 就上網申請 知道申請到這個租協經過後 真的很開心 非常的感恩 所以很感恩你們新州路報 給我們這個機會 就是我們 就坦白講我是幫助蠻多 因為學費那些爸爸不用還 我上次有大概算過 如果包括那個 就是這邊的典型費的話 是真的很多錢 就我爸爸要蓋得很多 就算他沒有錢 他也是非常麻煩 我知道他必須是這樣 他不要去我們讀手機 他還是什麼 只是講就是讀出來 然後可以找一個比較穩定的工作 就是可以養活自己這樣就好 他是不會給我們壓力 就是很感謝 然後就覺得其實這個計畫 可以幫助很多 就是家境比較不好的學生 可以減低他們很多家庭 就是經濟上的負擔 像很多人寫BTPN 就會覺得我只要BUS就好了 我BUS我就可以照樣拿著BTPN走 可是我們是有那個 最底的那個項目要照著的 然後就自己會給自己下一個目標 就是想要更 甚至拿到比那項目更高的 就是想要拿到更好的成績 應該這樣講 我真的很想感謝新州路報給我這個 生學的機會 新州路報已經設定了一個標準 就是我們每個學期都要達到2.75這個CGBA 就拿那個上次我去interview的那個來比較 他們只選10多位 可是那時候我去新州路報的這個儀式 就是我看到挺多的幾十位 感謝這個團隊這個項目 因為它真的有幫助那些需要的學生 來完成這些課程這些 如果是拿不到獎學金的話 我會可能選擇讀那個 政府大學那個 就是沒有興趣的科目 很感謝你們給我這一次機會 拿到這個獎學金 然後可以幫助我家人減輕負擔 然後感謝你們就是 在後面默默幫助我們這些貧窮的孩子 能夠讓我們繼續升學 因為我爸爸已經是50 差不多56了 所以就如果是用這種體力活去工作 就不是很好啊 因為他的身體也是越來越弱 然後他自己患上了糖尿病啊 需要去吃藥 所以他有時候會覺得很累 特別累啊 我希望這個項目是 以後都會一直去進行 然後無論是遇到怎麼樣的困難都好 都不要放棄 因為很多人是需要這個幫忙 首先我要感謝 新洲日報的那些贊助人士 還有新洲日報 有一位學生 他就寫了一個很簡短的一個作文這樣 他小學的時候 他當他要開學 有一天小學的時候 他要開學的時候 所以明天就是要繳交費用 還有車費這些 他只是跟父母親 只是打大概好像我記得大概10塊錢了 但是他母親就默默的不出聲 就走開了 然後就跟他父親商量 這樣他就大鬧大哭 他講當時他 為什麼連10塊錢也不要給我 明天我怎麼去上學呢 他講是今天呢 到了大概我在 現在是FORM5的時候 他才了解父母的心聲 其實當時10塊錢他父母親都給不到 所以今天呢 他很想呢 用這個注射一間心中呢 來報答他的父母親呢 對他養一隻 所以這個呢 這段呢 使我呢 很深的印象了 所以當我在審批看這個 所謂的作文呢 他寫了呢 我的眼淚也掉下來 我們不能選擇命運 對嗎 可是我們可以改變命運 其中一個改變命運的方法呢 就是通過教育 如果這個心中教育基金呢 他能夠協助一些需要的 需要財務上幫助的學生 那麼如果他能夠受到高深教育的話 他不單止可以改變他個人的命運 他也可以改變他家庭的命運 進而為這個社會造福 這個奉獻國家 這是非常值得我們讚揚的 我的大選朋友都會覺得 喂Lanny 你很好耶 又有PTPTN 又有助學金 你就不用煩了咯 還可以煩什麼 讓我講 我不像你們 我需要這筆錢來做 我更要做 我不像你們家裡這樣有錢 以後要做生意之類啊 容易得到一筆錢 可是我 要朝向的目標 我需要這筆錢 我願望有兩三個吧 一個就是讓父母過得好一點 第二的話就是 我有想過要開設老人院 因為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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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外公 沒有人照顧 然後 我的父母要把他送去老人院 可是他聽到了過後 他 他 嚇到 嚇到 寫肚子 所以我就想 然後看到網上很多那種老人院 被外 擁人欺負啊 之類的 所以覺得 開老人院 是可以幫助 更多需要 幫助的老人家 我希望這些學生能好好把握機會 就專心的讀書 然後當然要參加一些活動 不管是課外活動 或者是社會工作 下鄉服務等社會工作 那將來能夠報答父母 充實自己的過後 就能夠為國家做出貢獻 回饋社會 因為 畢竟我覺得 出生在這個年代 他們是非常幸福的 因為好像我們的年代 老實說我本身是單親家庭 家境非常的清寒 我從14歲開始就打工 我來馬大的第一個星期 我就把我的電單車 叫我舅舅從冰城運過來 就一直在打工 那時候沒有高教部的帶學籍 所以我希望學生們要感恩 要懂得珍惜 最好是找到朋友公 出來的時候 然後讀好書出來的時候 找到一份好工 給家用 最重要是 不要變壞 不要跟著人變壞 死活 那時候 我也希望我兒子可以 讀到很好的書 我也很感恩 珍珠布 可以幫忙到我兒子的助學金 真是很感謝 謝謝 感謝 感恩 過好的生活 我兒子想中 她可以買到一間好的房子 之前我住這間屋子的時候 漏水的咧 每天晚上很多公公在那邊 有啦 因為我家現在是沒有自己的屋子 就我有跟我定義講過 就是以後做工的第一目標是 就是想想辦法存錢買房子給家人先 好 工作過後 得空的時候就陪陪家人 然後就去 公司服務 這樣子 努力到100% 你覺得不夠的話 這樣就努力120 做到最好 請走日報讀者 助學計劃感恩有你 謝謝 來自家 來自家 我喜歡 謝謝 我喜歡 我喜歡 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